主持人 弟兄姊妹平安喜樂 那我們今天來到我們第三堂 弟兄姊妹請一起翻到大本詩歌226首 大本226 那翻到了我們先宣布第一節 主的生命之灵进到我里面 如同活水皆可做我的水泉 我可隐于这里且被它充满 直到如同江河涌流到永远 主的生命之灵进到我里面 如同活水皆可做我的水泉 我可隐于这里且被它充满 直到如同江河涌流到永远 主的生命之灵进到我里面 如同活水皆可做我的水泉 我可隐于这里且被它充满 直到如同江河涌流到永远 主的生命之灵进到我身上 有路外一车下做我的力量 在它里面收集就像它传杀 主的生命之灵进到我里面 主的生命之灵进到我里面 有第二车下做我的心灵进到我里面 向着它的满足不过出吹气 将它生命之灵吹到它门里 在无寻前世后 在无寻前世后 生天主救下 在无寻前世后 生天主救下 如同风吹带来 极限的空气 在无寻前世后 生命之灵 在无寻前世后 生命之灵进到我里面 使我生命之灵进到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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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命之灵进到我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调和的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弟兄呢唱三跟五节 姊妹唱四跟六节 第七節我們要弟兄姊妹一起來唱 第三節還是第三節 第三節弟兄 主義生命之一有如紅紅心 做到生命時機不祈禱我你 主義能力之一來相思達佛 從上用力而吹出我的心道之內 主 父和主吹起 將他生命之一吹到他們地 在主之間後 雙宣主交相 他的能力之一 如同到天光 一起前期 主用生命之一充滿我一面 使我生命長大路透明萬全 在外給我傳上人力的聖明 使我用力工作完成你使命 祝福聖明 我們仔細 好的 弟兄姊妹 好 我们现在要进行第六篇的考试 待会请南义区的弟兄姊妹 慢慢的到我的两侧的台台前来 那他们在极客的同时 请弟兄姊妹我们先来再来享受这首诗歌 我们再从第一节享受其 第一节就好了 主的生命之力听到我里面 入口火塞皆可作往火水泉 我们的一云下云结明而从来 始终如永远而永留到永远 阿们 感谢主 第六篇说到遮罪 阿们 立位记第十六章乃是描述遮罪 因为立位记十一章到十五章乃是描绘神子民中间消极的光景 在神的观念里 并在神的神圣经伦中 乃有救赎的需要 那旧约不是完成 不是成功救赎的时候 所以在立位记十六章的遮罪 乃是要来之救赎的预表合影而 那旧约借着动物寄生所献上 这个遮罪乃是预表指向新约中基督所完成的救赎 西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到 并且不是借着山崖和牛犊的血 乃是借着他自己的血 以次永远的进入至圣所 便得到了永远的救赎 阿们 感谢赞美主 阿们 咯 沙罪的意思在夕伯来的字根的意思就是 折寒 然后这个意思他的 他的那个名词就是出现在那个 立位记十六章二节 还有初安吉记的那个二十五章十七节 意思是翻译成为是赤罪干 然后立位记十六章二节 他說 你要對你的哥哥雅倫說 不可隨時進入曼內 記得至聖所到櫃上的遮罪蓋 前面得他死亡 因為我要在雲中顯現 在遮罪蓋上 然後二十七章十 二十五章十 出外集集二十五章十七年 要用純金做遮罪蓋 長兩周半 寬一周半 舊約時代人的最早遮罪 在新約時代的時候 基督的救贖使罪人處罪 使我們罪的聖娘們 阿們 阿們 是在這個遮罪日 贖罪祭的血被帶進至聖所 彈在遮罪蓋 就是椰櫃上的蓋上 椰櫃的蓋遮蓋了 椰櫃裡的十戒 這表示前來接觸神的人 是罪已經被遮蓋了 但還未完全被除去 如此我們看見 墮落的人跟神之間的關係 就得以平息 但還未完全的解決 一直到基督來 獻上自己成為平息的祭物 除聚人的罪 才成功了救贖 阿們 利未記十六章十五到十九節 擺出了一幅遮罪的完全的圖畫 遮罪的完成第一步就是 宰殺那位百姓做贖罪祭的山羊 山羊表真罪人 阿們 被宰殺的山羊成為赎罪祭 乃是表真 那為我們罪人成為赎罪祭的西都 阿們 阿們 遮罪的完成第二步是 把山羊的血帶入蔓內 阿們 彈在遮罪蓋上面和前面 阿們 山羊的血彈在遮罪蓋 就是約貴的蓋 阿們 上面和前面 為了滿足神的要求 使神能與近前來的人相交 阿們 你們把贖罪祭的血彈在遮罪蓋上 表真基督救贖的血被帶進諸天到神面前 為著救贖我們 彈在神面前 以滿足神公義的要求 希伯來九章十二節說 並且不是藉著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是藉著他自己的血 一次永遠的進入至聖所 便得到了永遠的救贖 阿們 殭屍罪蓋的血某在 殭屍罪蓋周圍的視角上 表真實價上所成就 知救贖的功效 是向著地的釋放 恩 謝祇 把血彈在壇上七次 表真基督的血有完全的功效 使罪人看見心中的平安 阿們 所以彈在壇上的血是為著罪人的平安 而彈在遮罪蓋上的血是為著神的滿足 所以這血是為著使神得到滿足 也使人得到滿足 阿們 歸以公山羊的血要被殺 但歸以阿薩切勒的公山羊要被送到礦野去 阿們 擔當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 阿們 所以被殺的公山羊 表真實罪季 阿們 被放到礦野的公山羊 就是表真 以色列 表真那個神 神的救贖 阿們 表真要擔當一切以色列人的罪孽 阿們 阿薩切勒表真 魔鬼撒旦 阿們 那是那二者 就是罪的源頭 我們是出於他的 感謝主為我們的罪使在十字架上 阿們 為我們完成了救贖 使我們脫離撒旦的捆綁 阿里路亞 靠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得勝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 阿們 讚美主 歸以一和華的公山羊要被殺 但歸以阿薩切勒的公山羊要送到礦野去 阿們 基督作為神子民的贖罪祭 一面在神面前對付了我們的罪 另一面藉著十字架的功效把罪送回給撒旦 最原是從撒旦進到人裡面的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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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十字架主耶穌 他有地位也有資格 有能力也有權柄 藉著獻上自己為祭 除去蒙救贖者的罪 並把罪送回給罪的源頭 撒旦 撒旦要永遠在火湖裡擔罪 並且要奏業受苦 直到永遠 阿們 感謝主 舊約的遮罪就是新約的平息處 也就是平息的祭物 基督他也是那個平息者 來到西伯來書的時候 也講到他就是施恩的寶座 讓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是要受憐憫蒙恩典 在那個施恩的寶座呢 他就是我們與神相會的地方 也是我們可以遇見神的愛 在那裡我們可以敬拜和感謝 Amen 平息的英文就是Prepitiation 字典上說是和解 我們平息很好 就息怒 然後有平安和平 這個平息是使神跟我們雙方和好 更棒的是呢 甚至使二者成為一 我們根據的經節是 希伯來書2章17節 耶穌是憐憫忠信的大祭司 為我們的罪成就了平息 這樣子神就能夠和平的來恩待我們 感謝主 平時乃是藉著滿足神公義的要求 使我們與神之間的光景得以平息 並使我們與神和好 Amen 把羅馬3章25節 神擺出基督耶穌作品其處 憑著神的血 憑著人的血 為要在神以潘榮越過人宣實所犯的罪上顯示他的意 Amen Amen 羅馬書3章23節說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歸推了神的榮耀 作為罪人我們就需要平息 平息我們與神之間的光景 並滿足神的要求 Amen 脾息與雙方有關 就是一方虧負了另一方或是欠了另一方的債 那欠債者虧欠者他必須採取行動 來滿足另一方的需求 那路加18章9到14節稅吏的例子就說明平息的需要 因為這個法利賽人在那裡禱告的時候 聽起來不像禱告卻像是控告 那他說在神面前的這個傲慢的自誇 就是他說禁食兩次 其實在神看來這些都是神所厭惡的Amen 那在路加18章是講到稅吏的這個例子 那稅吏卻遠遠的站著 連幾目望天也不敢 但是垂得凶說 神啊寬恕我這個罪人 這個經節就講到說 我們需要這個救贖主 也需要平息 那稅吏知道自己犯罪 是何等得罪神 就向神求平息 藉著遮罪的紀物 得神寬恕 使能能憐憫並恩待他 Amen 第三重點帶我們看到 基督是為我們成就平息的一位 對我們可以從三個面向來看 第一面是他使我們與神相安 第二面悟他是平息的紀物 Amen 第三面處他也是平息處 就是神與他俗名相會的地方 Amen 所以我們人人都要來到基督這裡來得安息 Amen 在這裡有三個詞為我們解開 第一個是希拉戈士邁 指平息的事 就是成就平息 滿足一方的要求 Amen 而使雙方和喜相安 Amen 哈利路亞 我們主耶穌基督已經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成就了平息 Amen 將我們帶回歸神 Amen 那主耶穌為我們的罪成就了平息 因此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 平息了神與我們之間的關係 使神能在平安中向我們施恩 Amen 第二小點 希拉斯摩斯是名詞 只平息的祭物 基督自己為我們的罪成就了平息 在神面前為我們成了平息的祭物 基督為我們的罪 將自己當作祭物獻給神 不僅為我們的救贖 祂也為著滿足神的要求 希伯來書9章28節 基督也是這樣 既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 將來還要向那熱切等待祂的人 第二次顯現 並與罪無關 來為著拯救祂們 Amen 平息蓋等於施恩的寶座 是我們受憐憫得恩典的地方 希伯來四章16節 所以我們只管膽然無懼的來到 來到聖恩的寶座前 為要受憐憫得恩典做應食的幫助 Amen 神擺出基督做平息處 是藉著定時之駕 復活並升天的整個過程 基督做這個平息處的實際 是公開地擺在所有的人面前 在羅馬書三章25節說到 神擺出基督耶穌做平息處 是憑著祂的血借著人的信 為要在神以寬容越過人 先時所犯的罪上顯示祂的意 因著救贖的血信經我們在 能在基督的榮耀禮 與公益的神有交通 我們要經歷基督做平息處的路呢 就是憑著祂的血借著人的信 因著血已經灑在平息蓋上 並且因著神的立場是在血上 神就能照著祂這個照耀的榮耀中 與我們相會 每當我們在榮耀禮與神相會 因為我們靈裡就會覺得 我們是被血已經洗淨了 阿妹 這就是我們要經歷基督做平息處的路 阿妹 所以在聖天裡基督就是平息幹 是神與我們相會的地方 那因著祂灑上救贖的血 這個約貴就成為平息的幹 就是神能接觸我們 我們能完滿享受祂救恩的地方 Amen 非常享受弟兄姊妹的分享 阿妹在交通第六篇的時候我也很享受 感謝主 這個遮罪它不是一件小事或是一些我們常常會忽略 就是遮罪只是一個遮罪而已 但是我們進到這一篇之後我們就看見 這個遮罪啊 講到那個遮罪蓋啊 它不僅是我們來到那個遮罪蓋面前 蒙主的遮罪 我們更是在那裡啊 享受這個榮耀神的注入 所以信息裡面啊弟兄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遮罪蓋這件事啊 乃是一件大事 它是保羅只是那個中心思想的一部分 Amen 這個遮罪蓋啊就是神所在的地方 Amen 所以我們來到遮罪蓋面前啊 我們就是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就能夠被他這個榮耀的神所注入 我們就是來到私人的寶座前啊 在那裡享受這個受憐憫蒙恩典 做應食的幫助 所以這一篇真的是很寶貝啊 Amen 藉著遮罪蓋 我們可以來以神相會 能夠被他的榮耀注入 天天經歷他的恩典 Amen 他的憐憫 做我們應食的幫助 所以這邊實在太好了 那第六篇遮罪 它是在立位記的十六章 那十六章之後呢 我們到了第七篇 就給我們看見 我們就要過聖別的生活 這是立位記的十七章到二十二章 對不對 那然後在二十二章那裡 他又回到這個關於祭司職任 這一件事 就是講到一種符合祭司職任的聖別生活 對 然後就帶進了二十二章節旗 所以這裡給我們看見就是要有這個節旗 這個歡樂的這一個生活呢 它是有一些的過程的 Amen 他需要前面呢 就是那五種祭成為我們與神的交通 他也需要有祭司的侍奉 然後也需要過一種聖別捷徑的生活 那之後呢 我們才會有這樣子節旗的喜樂的生活 Amen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需要看見這個我們要有這個節旗的生活呢 我們就需要有一些的經營跟勞苦 Amen 這個美帝啊 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節旗啊 是跟這個在美帝的經營勞苦是有關的 今天如果沒有人在美帝經營勞苦 我們帶什麼東西去獻上呢 神與人能夠享受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呢 感謝主 我們這幾天就像節旗一樣 為什麼呢 我們都在這裡一同的經營 一同的花時間 在主的話上 在基督的身上 所以無論是弟兄們在這邊分享 或是你們在這邊考試 我們都把這位基督擺出來 Amen 成為我們眾人的享受 也成為神的享受 Amen 所以我們基督徒每一場的聚會 我們都應該是過節的 過節的 過節的 過節的時計 Amen 我們在這裡呢 一同的把基督獻上 Amen 一同的享受這位基督 Amen 我們就有這個節旗的時計 Amen 那 講到節旗 上一篇也講了嘛 那這一篇是節旗二 那我們再大概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關於節旗呢 有每週的節旗 就是安息日 然後也有一年的節旗 就是有七個節旗 Amen 就是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就是有育月節 然後有儲教節 有出手節 還有五旬節 然後祝鵬節之前還有兩個節對不對 就是崔浩節跟遮罪節 那這兩個節不講的原因是因為它是跟以色列有關 然後我們因為這個鋼藥也很豐富 所以就暫時沒有把它擺進來這樣子 那上一篇已經講過每週的節旗 安息日了 也講到了這個七個節旗的頭兩個 那我們這一篇就是要講到這個七個節旗的第三個節旗 初手節 還有第四個節旗叫做五旬節 也叫做七七節 也叫做收割節 我們都要把它分清楚 那祝鵬節也叫做收藏節 Amen 感謝主 那實在是太寶貝了 Amen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來進到這個綱藥 大家翻開第九篇的綱藥 這個好節旗二 然後一起先讀 初手節五旬節祝鵬節 然後這邊下面的影經 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立位記九章一直到 立位記的二十三章的九節到十四節 是說到初手節 那二十三章的十五節到二十三章的三十二節 是五旬節 二十三章的三十三節之後 所列的經文就是祝鵬節 那我一開始可能會先說到這個初手節跟五旬節 那接下來江弟兄會再有加強 然後呢補充 然後再繼續講到祝鵬節 好那我們簡單的看一下這個經文 這個立位記二十三章十節 我們一起來宣讀一下好不好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 你們盡了我賜給你們的地 替收割庄稼的時候要將出手的庄稼一捆 那大家可以寫下 這個就是等一下我們要進入的第一大點的第一終點 特別要記得就是在收割庄稼的時候 要將出手的庄稼一捆 出手的庄稼一捆帶給祭師 好那個十一節我們再一同來宣讀 他要把這一捆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 使你們蒙月娜 祭師要在安息日的赤日把這捆搖一搖 那大家寫下這個是第三終點 第一大點的第三終點 那特別要畫的就是說 這一捆的庄稼 出手的庄稼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的時候 就會使我們怎麼樣蒙月娜 然後還有還要再記一下 這個搖這一捆的時候 是在什麼時候搖的呢 是在安息日的赤日 然後十二節跟十三節 他沒有擺在綱藥裡面 但是弟兄在釋放信息的時候 他有說到十二節跟十三節 怎麼樣成為我們的經歷 那簡單的說十二節跟十三節 就是講到 當我們把這個出手的 這個庄稼線上的時候 我們同線的還有三種記物 那時間的關係我就講一下就好了 就是二十三節的十二節 大家把這個番記畫下來 然後十三節還有數計 然後下面呢還有墊計 所以這個銅線的這個祭物 還有番計、數計跟墊計 然後十四節我們再一同來宣讀 無論是餅、是烘的子粒、是心碎子 你們都不可吃 只等到把你們獻給神的購物 帶來的那一天才可以吃 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 要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律 這個初熟的果子啊 這個初熟的果子啊 做成的這個餅啊 烘的子粒啊、心碎子 是什麼時候才可以吃 是要獻 把那個初熟的這個莊稼 獻給神做貢物的那一天 才可以吃 所以呢 所以這就是說到祖復活的那個新鮮呢 一開始呢 不能直接成為我們的享受 必須先升到父的面前 讓父享受那個新鮮 才能夠成為我們的享受 好那這個就是在 第一大點的第二終點跟第四終點 都會有提到這一部分 好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就翻到綱要的部分 第一大點我們同來宣讀 初熟節表真 做初熟果子的復活基督 在祂的復活裡 乃是給我們享受的言席 初熟節表真什麼 簡單的說就是表真復活的基督 是做初熟果子的復活基督 然後呢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句話 他說在祂的復活裡 乃是給我們享受的言席 阿們 所以這兩句話也可以說 就是一三終點就是強調 這個初熟的果子就是復活的基督 然後第二句話 這個就是在第四終點 一到三終點是第一句話 然後第四終點就是第二句話 就是他成為給我們享受的言席 阿們 那這個再講一下就是說 前面這個一年七個節的前面四個節呢 都已經應驗了 對 然後後面那三個節期是還沒有應驗 要等到主回來的時候才會應驗 那這前面這四個節期 在分別在什麼時候應驗呢 就是逾越節呢 他就是在 主耶穌在定時的時候 他就成了我們的逾越節 他就做了我們的救贖 Amen 然後呢 初熟節呢 那個什麼 除教節就是照會生活啦 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基督徒這個整個的生活 然後這個除教節應驗在什麼時候呢 就是基督的復活 Amen 這個 這個對不起 這個初熟節 然後再來就是七七節 就是五行節是應驗在主復活後 第五十天 然後呢 他成為那終極完成的靈 澆灌下來 然後產生了這個照會 就是這個時候就應驗了這個五行節 大家先有這樣的概念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四個終點 第一個終點呢 就是講到 這個初熟節的應驗 這個應驗呢 是在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主呢 在逾越節時被殺 被定時日假後的第三天 就是安息日的次日 他復活了 所以剛剛講到那一捆的 初熟的莊稼 也是在什麼 安息日的次日 線上的對不對 同樣基督呢 也是在他 被殺 然後第三天 就是安息日的次日 他就復活了 Amen 所以這個第一個終點 就是說到這個初熟節的應驗 就是在基督的復活 所以第一小點就講到 基督的復活是初熟節的應驗 這也是這節的實際 Amen 然後第二小點就說到 基督這第一位從死人中復活的 成為復活的初熟果子 Amen 他是第一位復活的 主耶穌在復活的那個時候呢 也有很多人從坟墓裡面起來耶 對 這就說出說 我們剛剛讀的那個 初熟的那個莊將 他不是一根 他是一捆 就表示說 基督在復活的同時呢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復活 同時也有 就在那個時候 也有 你們看一下這個 73頁的 馬太福音27章52節 那裡 當主 復活的時候 他說 墳墓也開了 以睡的聖徒的身體 多有起來的 Amen 好 就是這個意思 多有起來的 Amen 好 這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讀到第三重點 不僅是那一些 當主在復活的時候 也有一些 以睡的聖徒的身體 起來的 連我們這一些呢 是他的 信徒的這一班 做他身體的這一班信徒 我們也復活了 Amen 好我們來把第三重點讀一下 基督這復活的出手果子 乃是從死人中復活的守身者 成了他身體的頭 基督身體的頭 既已復活 我們身體也必復活 不僅頭已經復活了 我們的 我們身體也必復活 其實這個復活 這個也不是說 降大有一天我們會復活 我們真的現在就復活了 Amen 就根據在 以福所書二章六節 那裡講到說 我們在基督耶穌裡 是與他一同怎麼樣 復活 一同坐在諸天界裡 所以感謝主 就這客觀的真理來講 我們已經與基督復活了 Amen 但是我們需要在天天的經歷 來經歷 我們也復活了 這是什麼經歷呢 就是經歷他活在我們裡面 他復活了 但是我們有沒有讓他活在我們裡面呢 當我們經歷他活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也經歷那個復活了 那 感謝主 實在太好了 好 第二終點 我們一同來宣讀一下 立位記二十三章十四節裡的玉條 表復復活的基督 升到諸天之上 在他復活裡帶著所有的果子 一同獻給神 做神的食物 先使神滿足 然後才成為人的供應 使人滿足 Amen 所以我們剛剛有讀到 就是說 出手的莊架 要先獻給神 然後呢 讓神享受 做神的食物 才給人供應 就是根據立位記二十三章十四節 我們剛剛有讀過了 就是 等到 就是那個貢物帶來的那一天 他們才可以吃 所以這邊要畫的就是說 這個基督復活的新鮮 這個沒有在裡面 你們要寫一下 基督復活的新鮮是 先使神滿足 然後呢 然後使人滿足 這個大點就是在講這一個 所以你看這個 在聖經裡面 約翰福音二十章 那邊的記載 就給我們看見 這個 主復活的時候 瑪利亞不是迫不及待的 要去遇見主嗎 結果就這樣子 就把主逼出來了 對不對 就向瑪利亞顯現了 但是呢 當主向他顯現的時候 主耶穌對他說 不要摸我 因為我還沒有生到腹那裡 對 然後 當他生到腹那裡的時候 就在那一天的晚上 在約翰福音二十章十九節 他說 那日 就那一個晚上 耶穌就站在他們中間 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然後也向他們 吹了一口氣說 你們受聖靈 所以他先升到腹那裡 讓腹享受 然後他就來到門徒的中間 使門徒享受他的平安 享受那個聖靈的吹氣 Amen 好 然後第三終點呢 第三終點 我們一同來讀一下 把出手莊稼的一捆 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 好蒙悅悅 表徵基督復活 是叫我們在神面前得稱意 並蒙神悅悅 那這一大典就講到 這個基督復活的證明 這個證明呢就是 因著他的復活 就使我們在神面前得稱意 然後蒙神悅悅 這個根據就是羅馬書 4章25節下 那裡說到 復活是為著我們的稱意 Amen 感謝主 所以我們怎麼知道他復活了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已經蒙他稱意了 蒙他悅悅了 Amen 所以我們再翻過來 74頁這裡 Amen 基督的復活 乃是證明他為我們的死 已經滿足了神的要求 我們因他的死已經蒙神稱意 並且我們在他這復活者裡面 已經在神面前蒙悅悅 Amen 不僅我們蒙他稱意 我們還要主觀的活出這個稱意 所以第三小點就說到 他這位復活者 在我們裡面 然後為我們活出一種 能得神稱意 且一直蒙神悅悅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們不僅在客觀上 在地位上蒙神稱意 蒙神悅悅 我們讓他在我們裡面活的時候 我們也同樣能夠活出一種 得神稱意 並蒙神悅悅的生活 那第四重點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他就成為 他這個復活之後 他也成為眾人的享受 成為我們的研習 我們一同來讀一下 出手節的出手果子 被獻給神做他的享受之後 以色列人要吃這出手的果子 好 那我簡單的把這四個小點的重點 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他復活之後呢 他就呢 他就怎麼樣 大家畫一下 他就帶著他復活的一切豐富 分次到我們裡面 做我們的享受 然後第二小點就是 把那最後一句話 他才成為我們的分 他把他的豐富 分次到我們裡面 他就成為我們的分了 有沒有 然後第三小點就講到 這個出手的果子 這個果子這一個詞呢 是含是吃 子民享受 對不對 我們看到果子 我們不會只有欣賞嘛 果子就是為著我們的吃跟享受嘛 所以主 說到他是出手的果子 他是那位復活的基督 就是要來給我們吃 給我們享受 然後呢 第四小點就講到 這個復活的基督呢 才能成為我們生命的供應 好 那時間的關係我先點到這裡 那在這個第一大點結束的時候 講到這個剛要結束的時候 弟兄有講到這個一些的 怎麼樣應用啊 或是說一些的負擔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那個 不僅把這個一捆的出手 莊駕獻上 他還要同獻那三個祭物對不對 有凡祭 有數祭 還有奠祭 那這裡呢 不光是基督他復活之後 他成為這三個祭物 讓神來有新鮮的享受 當這位基督的琐事 做到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也能夠在他裡面 然後呢 同著他一同被獻上 成為 成為凡祭 數祭跟殿祭 Amen 感謝主 凡祭就說到 絕對為著神 書祭呢 就說到我們有 基督那個復活的人性 對 當這位基督 所事做到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也能夠絕對為著神 我們也能夠活出這個 基督復活的人性 甚至我們能夠成為那個奠祭的九 Amen 來犧牲 Amen 來膠墊在這個聖徒的身上 那這個就是 尤其是這個奠祭 就是在聖經裡面就有講到 保羅他就有這個經歷 對不對 在菲利比數二章 Amen 十六 十七十八節他就說 然而即使我成為奠祭 膠墊在你們信心的祭物和共物上 也是喜樂 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你們也要同我喜樂 然後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Amen 那感謝主 所以這也能夠成為我們的經歷 Amen 成為這樣子 我們有這樣的經歷是 能夠有無法形容的喜樂 Amen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不要怕 我們有這位復活的基督 Amen 天天在我們裡面活著 我們也能夠活出這種 犧牲生命的這樣子的奠祭 Amen Amen 來 來交電 Amen 然後能夠來經歷這個無窮的喜樂 Amen 時間的關係 他還有點一個重點 就是他講到那個出熟的果子 他也就是預表那個被提的得勝者 得勝者的被提 那主要他根據的經文就是在出埃及記23章19節 那裡有講到這個出熟之物呢要被帶到店裡做遙記 然後從這裡我們連到啟示錄14章 那裡也有講到那14萬4千的出熟的果子 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 然後呢他們也是同樣被帶到天上的西安山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看見這個出熟的果子也是預表這個得勝者的被提 Amen 所以弟兄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我們的靈裡要有這樣的渴慕 要成為得勝者 Amen 主耶穌Amen 我們不要害怕 我們有七倍加強的靈 天天來加強我們 來加強我們能夠生命成熟 所以弟兄也提醒我們不要去想要好奇的了解 到底主什麼時候回來 或是這個敵基督什麼時候出現 我曾經也對這個好像也滿有興趣 就是說今天如果我知道敵基督什麼時候出現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主大概什麼時候回來 是不是對不對 敵基督出現就是末期嘛 然後三年半主就隱密的回來嘛 那我那三年半在好好的愛主 Amen 然後我也能夠成為得勝者 後來我受到這個亂弟兄的幫助 他說要成熟他不是短時間的 他需要一段長的時間 後來我就沒有這樣的想法了 就是弟兄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要被這些事情打岔 我們要專注於基督的復活 天先享受那麥陵的實際 我們就能夠 早日成熟 成為得勝者 好時間的關係 我就第二大點 點一下就好了 那我就交給江弟兄了 第二大點我們來讀一下 五行節就是第五十天的節期 從安息日的赤日 就是將搖祭的河捆 帶給神的日子算起到第七個安息日的赤日 好所以那個出熟節是這個安息日的赤日吧 然後五行節就是七個安息日的赤日 所以這邊第一重點就是定義 那個數字表征的定義 就是表征這位基督的復活七倍的豐富 然後達到完全豐滿的範圍 然後使我們能夠做基督的見證 擔負完全的責任 那第二重點就是那個應驗 那個五行節是什麼時候應驗的呢 就是在新約 使徒行傳那裡記載的五行節那天 三一神的終極完成 就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那 包羅萬有赤生命 復合的靈 浇灌在代表基督身體的120位聖徒身上 那個就應驗了 然後第三重點呢 我們翻過來76的第三重點 就講到這個五行節 這個是表征呢 這個浇灌的靈 然後呢 他浇灌下來之後 就有一個極大成 就有個基督復活豐富的出產 這個出產呢 包括神的長子就產生了對不對 神的獨生子就生為神的長子 然後他也成為次生命的靈 也產生了我們這許多的兒子 然後也使我們成為新造 那第四重點就講到 這個浇灌下來之後 造會就怎麼樣 形成了 還不是說產生了是形成 產生跟形成有不太 有還是有不同的講究 這個產生呢 是基督復活產生的造會 但是呢 聖靈交灌 在五行節那一天 造會才形成 那這裡也有提到 造會形成的兩部分 在這個 這個行傳的二章 講到這個五行節 那裡的交灌 還有在哥尼流家的 那個使徒行傳的十章 那裡也提到那個交灌 在這個哥尼流家的聖圖 這就是那個 造會形成的兩部分 那也就是 在這個七十七頁的立位記 二十三章十七節那裡 講到兩個搖記的餅 這兩個搖記的餅 然後呢這個要家教 就說出了這個初期的造會生活 還是有一些的消極的情形 就如同這個五章那個 亞拿尼亞跟沙菲拉的這個七紅聖靈 還有六章那個關於飯食方面 所產生的一些問題 感謝主 哈利路亞 謝謝主 你們準備累嗎 吃飯吃得難講 用吞的 好 我們這一堂是到八點半結束 那麼兩位總結的弟兄講五分鐘 然後留一點時間給大家有分享 所以我的時間大概剩下二十幾分鐘 好 大家知道這一次的立位記的結經讀經二 總共十二篇對不對 好 你們知道整個立位記幾章啊 二十七章 分為幾個段落啊 五個段落 一到七章 是講到侍奉的條例 上一次講的 五個基本的記 總共十二篇 第一篇引言說到 立位記這本書是神借著摩西的說話 訓練他的子民敬拜 並有份於他 使他們過聖別 喜樂的生活 是的 一到七章是講到五種基本的記 每個記講兩篇 平安記講三篇 十一篇加上一個引言 十二篇 這一次的訓練 我們看到目入這個部分 一到三篇是八到十章 講到侍奉 特別是第八章講第一篇 承接聖子 那麼 那我就不細講 九十章是第二篇 西伯來是立位記的解釋 那麼再來 生活呢是四到七 講到立位記的第十一章 吃 然後關於麻風德捷徑 十三、十四 再來是遮罪 十八到二十是捷徑的後面 講到聖別 你們看到引進就可以看得到 那從第八篇到第十一篇講到 節期主要是二十三章 節期中的節期就是喜年 是二十五章 然後最後二十六章跟二十七章 是警告的話 是第五個段落 是一段警告的話 三個警告 就是三樣東西 到第十二篇會再提 好了 這樣是用了兩分鐘 所以呢 每一個標語相對於 它的一個重點 標語一講到釋奉 標語二講到聲可 標語三講到喜年、節期 標語四講到警告 剛好四個段落 OK 那我們現在到第幾篇呢 第九篇是講到什麼 節期是過什麼生活 喜樂的生活 大家喜樂嗎 還是覺得好累喔 快要睡著了 好 節期什麼意思 節期基本的意思是什麼 享受 享受還有 安息 沒有錯 安息跟享受 所以呢 這個是神給人的一個命定 從創世紀 神造了人之後呢 人的第一天 就是安息 然後人就被擺在 哪裡 伊甸園 伊甸園是什麼 快樂 享受 要做工嗎 不用 神都已經預備好了 有沒有孩子出生說 爸爸媽媽我為你做事 孩子出生什麼都幫他預備好了 是吧 神都幫我們預備好了 我們只要幹嘛 享受 享受 享受完了之後呢 生命長大了之後 才能夠與神同空 所以還是要工作的 所以呢 節期的第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一定要了解他的定義 就是安息和享受 好啦 其實上一篇呢 他第一個大點 講到節期的意義 他有三個點 我還要再提醒一下 第一個 講到節期 他不可能是個人的 一定是團體 是吧 所以今天我們的人呢 大概是一百左右 好 那我剛從十三會所來 他們大概是五百左右 那他們呢 用主日 還有一篇 那大概是一千多人左右 所以人多 就是豐富會更多 他的恩典是因人多 越發加征 感謝就格外顯多 所以呢 節期他是兩個人過節 跟兩萬個人過節 我們以過華語特會來多少人呢 新春華語特會 很多人 是不是有過節啊 所以團體的 第二呢 他是一個聖會 什麼意思 特別的聚會 有專一的目的 有專一的目的 所以這個特會 這個呢 迪奇確確有神特別的說話 第三個呢 他這個呢 不僅在神面前 也在團體裡 彼此互相有交通 所以每一次的節期 就是一種的交通 以色列人有七個節期 一年招聚幾次在耶路撒冷啊 他所命定立為他民的地方 幾次 三次 哪三次 第一次就是前面三個節期啊 雨月節 正月十四 除教節十五到二一 出手節十六日 是吧 一月十六 所以呢 第一個節期 一個禮拜 其實八千啊 就把三個節過完了 第二次招聚什麼時候 收割節又叫做七七節 七七四十九的第二天 叫做五巡 五巡就是五十的意思 巡就是十 上巡、中巡、下巡 巡就是十的意思 五巡就是五十 五十節啦 這樣懂喔 這樣懂喔 你們 那喜年呢 五巡年 因為七年有一個安息年 七七四十九年的第五十年 叫做 七十年 這是五巡年 一整年 所以呢 安息跟享受是所有節期的基本要求 所以安息日每一週 它的擴大 它的緩滿一點就是每一年 這樣清楚嗎 好 一年三次的第二次是三月六號 這是猶太利喔 好 這是五巡節 又叫做七七節 又叫做收割 收割 大體的庄稼 大概那時候就收割了 然後呢 下半年 七月一號 七月四號 一個是 哇 呼喊 吹腳 然後七月十號 好 十五歲 遮罪日 好 expiation 或是 他們 叫做遮罪 那 舊約是遮罪 新約是 propriation 叫做平息 好 然後 其實 最重要是 七月十五 到二十一 那個是 祝彭節 這是我們現在講的祝彭節 所以一年幾次啊 三次 第一次是一月 第二次是三月 第三次是七月 OK 講清楚嗎 幾個節期 幾次聚集 所以一年三次全以色列都集中 哇 這個交通就不錯 Amen 我們這裡的是重新大區 對不對 但是呢 大部分是三重 其他的稍微少一點 這個大家聚在一起的交通很重要 你說這個夫妻兩個都很好 沒有吵架 但是也三個月都不講話 那會怎麼樣 沒有問題啊 只是不講話而已啊 子妹們 你們先生都不理你 那會怎麼樣 有問題啊 對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啊 只是不講話而已啊 不交通就有問題 Amen 弟兄姊妹 平常我們現在分這麼多會所 不來在一起 有聖會 有相調 哇 那新北市造會 像一個造會嗎 不太像 是吧 所以他還是要來在一起 Amen 所以神的智慧呢 這一年 要三次以色列人 像弟兄姊妹 剛才所說的十三會所 是在哪裡 三會所 十三會 哦 台北十三會所 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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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哦 新北市 新北市沒有十三會所 目前新北市只有到八 現在 好 那 那 好啦 我講話 他來在一起 對 要交通 要交通 好 那 我在講這個 那剛才弟兄講得非常好的 就是剛才把那個出熟節 講得很清楚 出熟的果子 不只指基督 也是指著活著的得勝者 他們不是男孩子 男孩子是啟示錄第十二章 死了的得勝者 他們是為著爭戰 雖至於死也不愛惜自己的魂生命 所以他們是殉道者 是得勝者 是為了神的國度爭戰 可是出熟的果子呢 它是兩個重點 第一 它是為著滿足神 出熟的果子 它沒有做很多 它不是為了爭戰 當然它也有爭戰 其實最重要的是 它為著滿足神 因為羔羊 無論往哪裡去 它都跟隨 它為著讓父滿足 它活著就是為了滿足父 所以它是從人間買來的 它可能是同生 就是沒結婚的 但我並不是說 為了做這個出熟的果子 所以大家都不結婚 我不是這個意思 是它真的是完全為著神而活 然後呢 它也是先成熟的 它在一般的人當中 同輩的當中 是更有長進的 它是說有長進 是因為它先滿足父 所以它會經歷那個復活的新鮮 好像主耶穌復活 先滿足父 然後才能夠成為眾人的享受 我們也是一樣 有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 經歷那個復活 那麼得勝榮耀 讚美不太出來 我們大部分都經歷苦難 然後有一點的感恩而已 我們沒有辦法 有一種得勝的音調 讚美不太出來 那可能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還是以我為中心 我們經歷主 祂的恩典供應 但是我們不太滿足父 這不太一樣 試試看明天主日 你多向父讚美 不一樣 為著紀念主 為著敬拜父 真的以祂為優先 底下就很順 所以這樣的欠上出手的果子 就會成為我們的享受 所以那樣的人呢 他這一生活著 就是為著神活 他似乎不食人間煙火 他是真的滿足父 他是出手的果子 兩個特點 滿足父 先成熟 所以不要小看他們年幼 其實他們不年幼 他們老練成熟 好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五旬節 就剛才講過了 五旬節就是形成造會 造會的產生是在基督復活的時候 可是造會的形成卻需要經歷那個能力的靈 這個能力的靈要浇灌下來 是需要有一百二十位門徒 同心合一的禱告 十天之久 他們的禱告 就是以過我們所追求的時代的禱告 他不是求討 他是執行神經倫的禱告 是一個新人的禱告 這一百二十個人是不分種族 沒有語言限制 沒有社會階級 傳統背景 膚色 全部都沒有 他們禱告出一個新人 摸著神 聖靈就這樣外下來 所以他不僅是出手 他到了一個豐滿 四十九 七個安息日的第五十天 哇 聖靈就交官下 因為有這麼一般的人 是滿足了神的需要 當然先在猶太 後在外邦 是因為戈尼流 真是一個敬虔的人 藉著彼得 在蕭皮匠家裡 西門 約帕 這是我們去的約帕 去看那個 不曉得是那個房子 總而言之 到了中午吃飯的時候 他是定時禱告 這個禱告 戈尼流也禱告 這邊也禱告 兩鄉禱告 神就做事了 總而言之就是 他就被邀請去 戈尼流 一場聖靈就交官了 所以外邦人也進到這個 這個猶太外邦就進成了一個身體 產生了一個新人 教會就形成了 那就是獻上了兩個有教的數計的筆 所預表的 一個身體一個新人 這樣大家懂嗎 所以弟兄姊妹 照會是已經形成了 沒有錯 我們得救的時候 是進成了一個身體 而且得與喝一味淋 但是你我身上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全病 這是我們要問的 Amen 所以真的要經歷五旬節嗎 你們在座有沒有19868788得救的 有嗎 19868788 之前得救的 經過的這些的 節期閃電站 一年多受盡3萬8 福音化台灣是1989 有喔 好謝謝 那真的是經歷五旬節 很厲害 他不是3千5千得救耶 那才8千耶 3萬8耶 一年半 在台灣 我們在叩門的時候 那真是Hallelujah 那真是講一樣的話 有各種膚色的人 受訓學員超過700 各國的人都有 那真是同心合一 那叩門這個閃電站 十天之久 我們那個隊大概30人多一點 你猜10天受盡幾位 30個人 叩門10天 從早叩到晚 不多了 280幾位 受盡 都是這樣 每個人出去 三個人一對 一天大概就得三個人 五旬節 當然 我們不需要去重複什麼 只要你摸著 一個同心合一 有一個新人的實際 那個五旬節就能到 你就產生剛強的見證 現在主的行動很快 到德國 到各地去 所以不要小看 我們周周出訪 我們出去牧養人 那個會讓你真的是 不僅有素質的領域 也會有能力的領域 不要等到你剛強再出去 你出去了就剛強 不是等到你有時間的才家打開 你打開家就有時間 阿門嗎 等我學會佩搭 再來佩搭 你佩搭就學會佩搭 只做著學也學著做 是不是 哈利路亞 所以要主動 主就動 當然我們要安息 不是靠著天然的力量 我們是在享受中 所以呢 勞苦丹仲丹到主這裡來 就得安息 但是底下又說 我的餓 我的丹子 主還是有餓 還是有丹子的 只不過他的餓是容易的 他的丹子是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喜樂享受中 我們是勞而不苦耶 外面疲劣但是很暢快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祝憑節 祝憑節到了哪裡呢 第三大點 七十七夜 有看到嗎 最後一個節期 那至於贖罪日 跟這個崔浩節 當然這個在主快要來之前 會有崔浩 把整個以色列在招聚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 關於應用跟經歷方面 祝憑節最後一個 叫做收藏節 是一年的最後一個節期 是表稱以色列人在千年國 全享復興的舊照 這節期要引進新天新地 七月的十五到二十一 那第一重點是講到表真千年國 那十七是七天 是代表一整個完整的時期 這完整的時期有一千年 在這一千年當中 天天獻祭 天天經歷基督 做神的食物 給神滿足 也給我們享受和安息 再翻過來七十八頁 收藏 我先把它講過再講重點 收藏是在收割之後 所以如果要有收藏 我們就要講到節期的意義 剛才講到團體 講到客會 講到交通 其實節期是神造了人的命定 要人享受 要人安息 節期也是人墮落之後 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 你們知道節期這個英文字是什麼嗎 啊 節期 你們猜是什麼 節期 英文 Festival 不是 是Feast 這一篇叫做The Feast 一年有七次 就是七個宴席 那這個宴席呢 所以其實首節是一種享受 就是一個快樂的 所以一年七次的節期 它就是Seven Feasts 就是用這個詞 那 節期 是因為要向耶和華首節 在耶和華面前吃喝快樂 享受 而且安息 一點都不勞苦 這個是整個舊約 第一次出現節期這個詞 The Feast Hold Feast To Jehovah 向我首節 向耶和華首節 就是在耶和華面前吃言席啊 歡樂 這個叫首節 OK 那 節期呢 除了是神的命定 是神呼召以色列人 神借著摩西來告訴法老說 讓我的百姓去 讓我的百姓去 在曠野向我首節 是神呼召人出埃及的墓地 在曠野的墓地 但是節期還有第三個重點 是讓弟兄交通的 節期其實我們每一次來過節的時候 是不能夠空手 為什麼能夠歡樂的過節呢 因為有收藏節 有祝朋節 這祝朋節收藏節 這一年最後的一個節期 是把整年的勞苦經營的美帝 所有的出產帶來 一同愛宴 一同愛宴 一百個人只有兩道菜 一萬個人有五千道菜怎麼樣 但是呢 一萬個人只有一百道菜 這自己出產的 另外九千九百人呢 有一些還錢有一點的 就拿到拿錢去兌換一錢 去買牛羊鴿子 自己不出場 神會不會生氣啊 主耶穌會不會很生氣啊 掀桌子啊 為什麼 怎麼可以空手來朝見神呢 平常不經營勞苦 那你怎麼過節 年終數算 今年帶幾個人得救 啊 拜託 已經五年沒帶人得救了 我得救到現在 從來沒帶過半個人得救 那你怎麼能夠去建築呢 其可雙手空空去建築 是吧 祭司要充滿祭物 除了基督以外 也要你獻上的罪人 所以呢 這個節期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我們要在美帝 經營勞苦而有的 產物拿來獻上的 就一種歡樂的過節 這個就是祝彭節 你有收割完了之後 才會有收藏 在神永遠的計畫裡 是要產生一個彰顯 所以神用四個時代 這個時代是為著讓人成熟 來能夠收割 一收割完了進到倉里 那就是祝彭節 就是千年國度 那人沒有成熟怎麼辦 補課一千年 所以達到新耶路撒冷的水平 先成熟了 就能夠進到千年國 沒有成熟的沒關係 補熟 補課 保證班 所以呢不參加全時間訓練沒有關係 有一千年的國度訓練班 一定讓你天天能夠在千年國裡 他們在裡面獻祭 你也在外面 愛哭切子 也學了怎麼獻祭 不然到永世裡 新耶路撒冷 這個生活沒辦法活下去 活不出新耶路撒冷 所以這個水平要拉上來 保證 恭喜大家都得救了 一定可以進新耶路撒冷 好 那第五個終點 我們來看一下七十八頁 這個收藏節 所有雙架都要收藏進來 是表徵對整個基督一切所示 豐富完滿 終極的享受 在這個點裡面 Ruang講到 除了有享受以外 你絕不覺得 有時候我們聚到一個聚會 太享受了 從來沒有這麼享受過 是空前的 但是下一次呢 又更享受 所以絕對不是絕後 所以那個終極的享受 是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一直到新耶路撒冷 那這個終極的享受 是真的是 大家都來享受 那個真的不一樣 一百道菜跟一萬道菜 真的不一樣 我們這一次十六位弟兄姊妹 從四十三、四十四會所心中 去訪問中國大陸三個地方 那弟兄非常熱情的招待我們 一桌十個人 你猜我們吃幾道菜 外面的餐廳喔 吃那個菜啊 我們一般宴客幾道菜 十道 十二道不錯嘛 你猜他給我們幾道菜 二十道 沒有那麼少 他給我們三十二道菜 那桌子很大 可以坐二十個人 三十二道菜 每一道菜就這麼一大盤 我說還有嗎 還有啊 才一半而已 我說十道菜還有嗎 還有啊 還不到一半 後來我問他你到底幾道菜 不多啦三四二道菜 把那一間的所有的菜 好菜全部點進來 這叫什麼 豐富 終極的享受 好啦對不起 時間夠了 那我要最後就講到這個關於紀念 所以那個底下我想你們讀的都知道 敬拜神啊 收割啊什麼 那就是弟兄姊妹 為什麼你到勇士裡可以得著紀念 是因為像瑪利亞一樣 當主耶穌還沒有釘食之前 他聽到了主的說話得著啟示 他就願意奉獻 他預先告主 所以今年主還沒有來 他還隱藏 基督顯現的時候 我們要與他一同顯現在 容量 所以今天他在哪裡 他還是隱藏的 他是我們的生命隱藏的 可是有人有智慧 他撇下一切 他為了滿足神 他照著神的旨意 過每一天的生活 他在每地上經營勞苦 你想想看 當他有收成的時候 他看到主 主看到他說好 忠信又良善的仆人 他是不是有好多故事可以講 你們要問我說 我在俄國那三年怎麼過的 那有好多故事可以講 我們把家打開等等 我的孩子經過 我姊妹嫁給我現在搬了第二十二次家 好多可以講 好多可以講 我的小孩 你看到很多的經歷 很多也不是為了講 就是都是主的特別的預備 這個到勇士都成為可紀念 但願我們都在美地勞苦 好不好 過真正的節情 好現在如果你們分享了 對不起時間到了 好 好 弟兄姊妹 我們把握時間 有感覺的可以上來分享 那我先開個頭 在這一次的這篇信息裡面 我非常莫走跟弟兄講到說 我們需要認識節期 他的這個很重要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需要有真正的安息和享受 我們要有這個對節期要有安息 也要有享受 那第二個弟兄呢 也提到說 節期呢 他不是指 這篇節期不是指的是個人的 他乃是指的是團體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真的我們都要把握每一次的 一些的訓練 還有特會呢 能夠這個盡量都能夠擺上我們的時間 能夠分別出來 一同有分於這樣的節期 第三個呢講到說 我們需要節期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空手 我們都需要這個帶著我們 平常在經營的 這個美麗的一些的收成 來敬見神 那也因為我們對這個美麗有經營 所以我們在這個聚會的裡面 我們總是在那邊有可訴說的 所以我們就能夠拔高這個聚會 也這個在這個一些的這個節期裡面 我們也叫我們能夠這個是有些可紀念的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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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成為主持人管轍 能夠成為德聖者 能夠先命先成熟 所以我們都要互相勉勵 能夠成為德聖者 我們的目標不是德聖就是殉道 弟兄曾經說過的 那既然我們要成為德聖者 我們就必須更多的為著神 希望神得知我們是完全為著神 過一個繁寂的生活 感謝主 基督在一夜節的時候 祂被拎十字架 在第三日就是安息日的次日 祂要復活了 基督的復活是出手節的 是出手節的應驗 也是這節期的實際 基督的復活出手的果子 是從死人中復活的仇生者 成了祂身體的頭 基督是造會的身體 是造會的頭 祂復活了 我們造會是祂的身體 我們也必復活 感謝主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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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命定就是節期 我們節期 我們節期是什麼 節期就是 我們享受 得安心 Hallelujah 阿妹 感謝主 我最摸走的就是這個出手的果子 乃是為著要使神得滿足 我們就是出手的果子 阿妹 阿妹 以色列人非常的有福 他們這個有七個節期 每年三次聚在一起 帶著美帝的豐富 但是我們比以色列人更有福 阿妹 我們這個可以這個一同來享受這個 我們是七次 我們是七次 阿妹 我們有七次的節期 阿妹 而且我們是這個 都要空前的 阿妹 不是絕後的 阿妹 所以我們莫者說 我們不能空手來朝建主 阿妹 因為我們都是有這樣的靈 今天在美麗上來經營 阿妹 我們來過節的時候 都能夠雙手充滿來朝建神 阿妹 阿妹 對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常喜樂 為著這樣的節期 我們應該Hallelujah 讚美主 那因為我們坐得太久了 所以我們就站起來 Hallelujah 三聲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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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親愛的弟兄姊妹請坐 我們這樣Hallelujah之後 是不是有一種過節的感覺呢 阿妹 弟兄告訴我們節期的定義 就是要我們享受與安息 阿妹 那在這樣的節期當中 我們就應當要吃 阿妹 吃基督 阿妹 做我們的真言行 阿妹 那我們要有一個態度 在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要有一個好的胃口 阿妹 那我們在下面聽信息的時候 我們的態度 要向這位神是敞開的 阿妹 我們要全然的接受他 阿妹 做我們的真實物 阿妹 使我們能夠消化並吸收他 阿妹 這個時候 我們才能夠盡力他 做我們的節期 阿妹 做我們的真安息 阿妹 那讓弟兄在說這篇信息的時候 也像剛剛這個弟兄所說的 我們不要受到打岔 為著成為出熟的果子 阿妹 我們必須有勞苦 有一份是單單的是為著富的 阿妹 那我們藉著這樣子的享受 這樣子的吃 我們就能夠向這位神守結 阿妹 接受他的分次 阿妹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都要接受一個挑戰 尤其是在明天主日的時候 就像剛剛將弟兄所說的 我們不能空手來朝見神 阿妹 希望我們明天在主日聚會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向這位神守結 阿妹 使我們神能統得滿足 阿妹 那明天的下午 我們一樣要帶人來過節 阿妹 我們不能只有一個人來 阿妹 至少我们都发出一个邀约 无论是久不聚会的 甚至是福音朋友 或者是新人 你都要发出邀请 我们不能自己吃饱就好 我们还要带人来过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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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都要带人来过节 这是神命定 我们来过的节期 接着过节来享受它 首先呢 出手节 就几个字很简单 定时 复活 升天 还有享受 定时以后就成 复活 出手节就开始了 复活 证明神悦纳了 我们献祭在坛上 火来烧成灰 表示神悦纳了 祭物 一样的 基督的定时 又复活 阿们 表称神悦纳了 祂的定时 阿们 祂就称一了 我们这班人 阿们 我们就可以来 记得祂的升天 阿们 就来满足神 阿们 最重要是满足神 之后就能成为我们的享受 阿们 神满足 我们就能够来享受 阿们 我们就得满足 阿们 所以我们需要来享受 借着出手节享受之后 五旬节需要纳灵的浇灌 阿们 弟兄说得很好 不是等到我们成熟了 我们为了再来操练 借着操练来经历纳灵的浇灌 阿们 借着我们去加聚会 借着我们去牧羊 神就浇灌在我们身上 阿们 就是教会的开始 阿们 我们都需要接受纳灵的浇灌 阿们 就是要操练的时候 我们就该操练 主耶稣阿 阿们 操练我们的牧羊 操练我们的家具会 接受纳灵的浇灌 阿们 最后是祝彭节 阿们 弟兄好像很轻松的口吻在说 其实他一直鼓励我们 因为这祝彭节所预表的就是千年国 阿们 千年国来自我们现今这时代 如何将来的奖赏 阿们 我们若现在过得不好 我们就在外面爱呼切死一千年 等候再成全 阿们 属耶稣阿 他就说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 预备好香膏 阿们 因为主说什么 他都听进去了 阿们 他就能够预备 对不对 今天这话也向我们启示了 阿们 我们态度如何 对 我们若是 拼过就算了 我们就准备是 重训班 我们就重训班了 属耶稣阿 那我们若是把这话听进来 阿们 预备好 那奖赏就是我们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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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